墨铁铁铁铁尽 喽喽喽喽 喽喽喽喽 多看了 via 喂猪呢 喂 这小猪长得挺快吧 是呢 二喜送来的猪塞料 他可爱吃呢 хотите 嘉蔽 这是二喜让我 交给你们的猪塞料票 二喜人呢 回去了 回去了 佳蓁 二妻说 如果胡老师真的爱凤霞 那比他合适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刚才 满操 你跟二妻说什么了是不是 没有 凤霞是个好姑娘 这事呢 你也别为难 回头呢 我让菊花再找一个合适的 你放心吧 胡老师会对凤霞好 行 那我走了 二姐 你新天的菜 你先放下 华蓁 你没事吧 你可慢着点 你还得上班呢 慢着点啊 请进 你 你找谁 胡老师是吧 我是 我就找你 你找我 你 咱在凤霞家见过 对对对 坐坐坐 你是有庆的老师啊 是 好 你也喜欢凤霞 我也喜欢凤霞 你要是不回来的话 我们就定亲了 那房子就是你修的 那你来我这儿是想要钱 钱 我找你要钱 那你来我这儿要干吗 对啊 我来这儿干吗 我想问问你 你真的爱凤霞 当然 那 那有庆死了以后 你为什么一声不吭 就逃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凤霞马上就是我的人了 你说你逃了就逃了 你干吗又回来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回来 你是不是酒喝多了 喝了 可我没喝多 我要不喝点酒 我不会到你这儿来的 我不会到你这儿来的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说什么 我能说什么 你的腿好 我的腿瘸 咱俩站在一块 那瞎子都会像你那儿摸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最明白 你喜欢凤霞 我就得把凤霞让给你 可我得告诉你 你要是敢欺负凤霞 我饶不了你 这个不用你提醒我 对 我不用提醒你 可我得告诉你 我这条腿要是不瘸 我肯定比你强 那凤霞肯定喜欢我 我也绝不会把凤霞让给你 你过来 你为什么打我 凤霞为什么咬你 你等等 你真的爱凤霞吗 你要干什么 再把凤霞让给我 凤霞也爱你吗 记住你 凤霞最爱的是你 我这一人 谁呀 谁呀 是我 春生 春生 你怎么成这样了 为他们打的 来来来 进来进来 进屋 伏贵 你还是出来一下吧 有什么事进来再说 来来来 进来 贾珍 你还好 贾珍 春生来了 来来来 坐着 走 上这儿坐 来 坐坐坐 你说这脸怎么会打成这样呢 跟个包子似的 晚饭吃了吧 吃了 吃了 这脸怎么会打成这样呢 吃了 莉莉好吗 我也好久没看见她了 听说他们把她押到别的地方去了 押到哪儿了 我也不清楚 好像被关进监狱里了 为什么呀 他们说她是 国民党特务 这不是糟蹋人吗 不贵 说真的 我都不想再活下去了 让她打开 这事 请不吝点 你也要去把她押了 好 你绝了 你不想我 你会想想 你也要好好活 我怕莉莉也活不了多久 不会 不会的 不会的 富贵 过些日子他们就给我押走了 我不知道 这辈子还能不能看见你们 他们把你押到哪儿去啊 不知道 我不管她 不过是走资派 还是国民党特务的走狗 他们不会让我过好日子的 春生 你别多想啊 随他们怎么搞 你也得好好活着 你想啊 现在总比咱们当年 躲在战壕的日子要好得多吧 还真不是当年和老权一块死了算了 那可不行 那会儿要死了 那就是国民党了 我现在也是一样 你就想想老权 你也得好好活呀 咱以后 还得到老权的坟头去烧点纸呢 喝点水 慢点 慢点 我当年给老权洗下的愿 我现在还没还呢 有机会 有机会的 孩子呢 在自己屋呢 给孩子找婆家了吗 找了 就是当年那个胡老师 胡老师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前两年 一直想给凤霞买个助听器 可是拖了好几个人也没买到 就是放在孩子耳朵里 能听见声音的东西 别想这事了 别想这事了 这么多年孩子也习惯了 好 父归 有情的事 我一直没敢告诉莉莉 我怕她知道了 会太伤心了 那次她瞒着我来看你们 回来后觉得你们不欢迎他 我想他误会你们了 这件事一直搁在我心里 是我私心了 我当时想过一段时间 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 可是没想到 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些天啊 我一直想向你们做个解释 请你们不要怪厉厉 过去了 过去了 不说这事了 不 富贵 有些事情 永远不会过去的 这事不怪你 富贵 家珍 我对不起你们呢 有幸的事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事实 可是我没有处理好也是事实 事实求是的说 当时医院里有很多医生 对这件事的处理有看法 很多人对黄院长有意见 现在回想起来 他们有些人说的还是对的 只是我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 我是有意包庇了黄院长 再说黄院长一直很关照莉莉 我也下不了这个手 富贵 家珍 我请你们原谅我 这些话 我一直憋在肚子里 我想我一定要找个机会 当面向你们道个歉 要不然 我就是死的 也不会安宁 川上 川上 你别这样 川上 川上 好了 别这样 别这样 好长时间也没吃到这么热乎的饭了 老百姓家有什么好吃的 没有蛋摔的 不贵 我真羡慕你啊 你是享福啊 不贵 像我现在这样活着 真不如死了 川上 贾真 我走了 贾真 你们多保重 川上 你站住 好 你记着 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 我知道 你要活着 我要你拿自己的命 来还给我们 富贵 你先回去吧 宋令人看见对你不好 我还怕什么 你先回去吧 走 走 你还是回去吧 我走了 我还记得 我会看你 你不要死了 让他放着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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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庆的事不能怪春生 春生可怜哪 他会回来的 胡老师 胡老师 严厉厉昨晚自杀了 胡说 真的这事我那敢骗你啊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批读会的事 很有可能 听说昨晚哥忘死了 水流了一地 看来是有轻的死 他还真的不知道 陈雅 严厉的真的自杀了 这是在向我们示威 你 是不是 不是 你看我们做得太过分了 不 胡楷 要坚定 不能受任何影响 这是在考验我们 你这种情绪是不对的 你好好想想 当年友庆 是怎么被他们给迫害死的 还是喜欢虎老师 胡楷 你是喜欢二喜啊 还是喜欢胡老师 是二喜对你好 还是胡老师对你好 放下放下 你去学校看看 看看胡老师有要洗的衣服没有 想好了 放下 你要是真想好了 娘就把猪还给二喜 你放心放心 娘把房子的钱也还给二喜 好不好 好不好 二喜再也不来了 能放下境遇上好人 放下来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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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去开会计公分呢 我不要 那县里让你去你能不去啊 县里让我去 咱有庆不就在那医院死的吗 你说你不去谁去 也是啊 我不去谁去 那二党他们都想去 我不让 我还不让他们 想多计公分 是批逗那黄院长吗 哪个当院长咱就批哪个 那人挺坏的 是 咱去了以后啊 批得狠点 怎 怎么狠 大声嚷嚷呗 反正上门让咱们去 咱就去 家宅 刚才满苍说啊 医院要开批斗会 公社让我去 开批斗会 干嘛让你去啊 满苍说 开批斗会 计公分 咱不稀罕 不去啊 福贵 福贵 满苍和二人吵下来了 福贵算个屁 他能参加 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 你懂个屁 那福贵是受害家属 他去参加是上面指明的 我是挑售起义战斗队 你不让我们参加 这是压制革命 呸 你算狗屁的革命 还秋收起义了 你起一个屁你 满苍 你敢把秋收起义是个屁 刚才我们就听见了 秋收起义是个屁 就是他说的 我没用 你他们在翅膀撑的你 哎 你们的滚别人 不管你是 别理管 你二愣的事谁他们愿意管 满苍 你知道秋收起义是谁领导的吗 满苍 你完蛋了 二愣 你刚才说你是秋收起义 对 我就是秋收起义 那你知道秋收起义是谁领导的吗 知道 你真知道 你真知道啊 你敢说你就是秋收起义 反正你今天是逃不了了 你知道吗 不 这个名字是一个镇上一个老师给我们起的 不是我起的 真不是我起的 谁起的都一样 不 二愣 慢点 你直接逃不了 冤枉 真的是冤枉 冤枉 过来 走 快点 这名字是他起的 快找他去 富贵 你真行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二愣算个屁呀 徐家川轮不上他们 是 富贵 你个地主痞子 你瞎我 走 走 回回回回 回来 他们都以为我害死了眼里 我跟他无冤无仇 我为什么要害死他啊 最该死的就是那个混蛋黄院长 还有那个小护士 要不是他们害死了友情 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这几年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 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知道吗 你以为我害死了友情 你以为我害死了友情 我要是不说 我就要背一辈子的黑骨 我要难受一辈子的 你知道吗 现在眼里里死了 他们就说我害他 我要怎么恨你娘就好得 他就可以对谁 再说一遍 你做出两遍 你们都不要犹apa 你家主 they're hef 要是那儿不方便 你就把猪搁到这儿 婶愿意 说 婶 我知道你们想帮着我 可养这头猪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 二婶 你可不能这么说 是我们对不住你 婶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 来 把猪捆上 小心点 好好装车 二婶 你屋里坐坐吧 好 来 婶 二婶 这儿知道 你错不了 婶儿 说 别这样 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 从来就没有看不起我 而且把我当儿子一样看的 我也拿你们当亲人一样 要那猪 我能放在家里养吗 可是这猪还没长大 胡桃是回来了 我和凤霞没这个缘分 要是有缘分的话 胡老师不会这个时候回来 婶儿 你说是不是 二婶 婶儿是真喜欢你 婶儿 我挺高兴的 我谁都不愿 是我二婶没这个福气 二婶啊 你是个好人 婶儿想着 你要是以后能找个好姑娘 那还能陪你说说话呢 婶儿知道 谁跟着你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什么时候会说 咱凤霞没能嫁给你 也是她没这个命 是吧 这是好事啊 胡老师比我强啊 真比我强 我这腿要是没毛病 那我真跟胡老师比试比试 看谁更有能耐 我不会把凤霞让给她 可是上次 婶儿不行啊 我是个瘸子 那走在大街上 人家都笑话我 我知道 凤霞她不在意 可我这心里 婶儿 胡老师回来了 胡老师对凤霞好 那我不能让凤霞跟我受一辈子委屈啊 是吧 二姓 诸坤好了 什么时候走啊 马上就走 快点啊 是 叔 那我就先走了 二姓 等等 快去快去 二姓 这是修房子的钱 二姓 咱不都说好了吗 你拿着 婶儿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早就说了吗 我不在乎这点钱 我那都是心甘情愿的 二姓 这钱今天你要是不收 你让叔和婶儿以后还怎么做人 你听话 收下 是是是 你看你 你说得太严重了 那你还我这钱 以后不让我进门儿了 以后我还得来呢 而且啊 我带着我媳妇儿一块儿来 婶儿高兴你们来 可这钱得收 我不收 来归来 钱也得收下 听书的 听书的 拿着 那好 我就拿一张 这个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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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兄弟明算账 你拿着 拿着 什么亲兄弟啊 我是小辈 这点钱啊 就算我孝敬你们二老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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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走了 二姨 放劲了 下来 他还不愿意走呢 走了 泄奴 付帖 他已有 不愿意走 爹 这 你 不愿意走 又很明显 你 不愿意走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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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婶儿 叔儿 吃饭呢 孔老师 老师 来 吃饭 我吃了 我吃了 来 冯小 我吃饭了 我吃了 快去吃 快 真吃了啊 吃了 那坐 他们让叔儿明天去参加批斗会 有劝儿死也死了 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是不是严厉厉 也要拉去被一起劈啊 严厉厉 她死了 什么 怎么死的 自杀 为什么呀 是不是为有庆的事 我也不是很清楚 好像有关系 可能她知道有庆当年是因为抢救她才死的 所以她自杀了 所以她自杀了 为什么死的一个有庆还不够 还要再死一个人呢 这要死多少人才够啊 胡老师 你说呀 你说话呀 胡老师 是 大家都以为是我害死她的 我并没有说什么 我只是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我不能不说 有庆儿 确实是为了抢救她才死的 但是我并没有说 是她还死了有庆儿 实际上 当时她也不可能知道 有庆儿在为她献血 你 真是要渊源相报吗 春生已经很惨了 我对不起 春生 我对不起 婶儿 颜丽丽 这不是我害死的 这事不能怨胡老师 这不是胡老师的错呀 我知道不是她的错 别人怎么说 别人会怎么说 你们明天谁都别去 谁都不准去 免得又弄出一个什么人命来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 你没有什么化妆 你们这事不准了 你们说什么 你不想做一个小小小人 我把他想做什么 冯霞 胡老师 胡老师 水不是说你 他心里也着急呢 我知道 水心里着急 可我这心里面也不舒服 早知道当初 我就不该跟他们回来 你别这么说 咱们凭良心做事 不害人 要是在学校待不住了 就回来 咱们一起种地 叔 你放心 严厉厉的死 真的和我没关系 叔知道 叔知道 你真的 那我走啊 来 这不是要把胡老师逼得走投无路吗 他要有个什么闪失 凤霞怎么办 我又没说胡老师害死的历历 我只是说 明天的批斗会 咱们都不要去 那让他一个人在那儿啊 你让我走 下一人呢 下一人呢 怎么 这来了这么几个人呢 有的有的都在后面呢 啊 下一人呢 下一人啊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 什么来晚了 来早了 十点钟开会 这才八点半 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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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向人取逃习惯了 怕耽误事 是 既然来了 就进去了 好 这事都怎么样了 好 这事都好 来 这边得抓紧啊 福棍大哥 一会儿你得到台上来坐 你是受害人家属啊 不 不 不用 不用 我就坐下边就行 没关系 这是会议安排的 就坐下边吧 下期之后你上去你就上去吧 哎呀 下期就上去吧 呦 来了 叔 福棍先生来 好 好 马桑叔 郭老师 郭老师 这么早就来了 来了来了 你婶不放心 还是让我过来看看 一会儿看完会 咱一块儿回去啊 好 好 福棍大哥 上台呀 对对对 福棍 让你上去你就上去吧 我又不是猴子 我上去让人看的 哎 坐在上面领导都是猴子呀 啊 你上去试试上去试试 上去试试上去 上去试试上去 来来来来 哎 哎 别别别 那个 那个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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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还说 夏医生从哪儿上去 没看见医生来的 哈哈 来 看看 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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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传生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福贵 我是有庆的爹 我知道 严厉厉在医院生孩子 你跑哪儿去了 你说呀 你跑哪儿去了 你是去了台湾 还是去了美国呀 我在乡下组织双抢 你老婆在医院都快死了 你还去双抢啊 你抢个屁呀你 你要是在场 我儿子就不会死了 你知道吗 你要是在场 我儿子会死吗 我有罪 你说 是不是你让那混蛋院长 把我儿子的血抽干了 冤枉啊 冤枉啊 刘县长真的没给我打过电话 开始我也不知道 严厉厉是什么人 打倒春生 春生 你个王八蛋 你不是人哪 你老婆在医院生孩子 你不去 你对你老婆也太坏了吧 我儿子不能就这么白白 别说了 别说了 没事呢 让他继续表演下去 我儿子不能就这么白白